大家好,我是茂地七的老顽童赵松达 今天我想讲什么呢? 因为我最近看了几段视频 其中有一位是网红,一位老师 以前我也看过他,这位网红已经红了很长时间了 以前我就看过他的视频 我记得他很强 当然他演说,讲演的能力很了不得很强的 可是最近我看他的这个视频的时候发现 他虽然就好像就是他一个人在前面拍 可是看那个情形应该下面还有很多学生的听 他是在上课的形式的讲 可是嘴里却老出现三字经 这就让我没法理解 你这个老师 虽然好像是补课的 给这个准备上大学 或者说准备考研啊,什么 考博啊,什么的那些 来补课啊,还是怎么样吧 那你这个老师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吧 那你为什么在那个上课和堂上 你嘴里是三字经 我就有点弄不明白 啊,还是说现在已经 这个三字经也是一种新形式下的新事物吗 过去在我们家乡啊,我们家乡啊 我小时候都知道我年轻时候也都是那样 啊,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家乡因为靠海边嘛 那我们家乡那里有一句话叫打山骂海 意思说山里的人比较野蛮啊,爱打架 哎呀,像我们厌海,海边上这些人呢 嘴巴不好,爱骂人 所以说在我们家乡就有这个打山骂海 嗯,张口就是脏话 男人有的时候也因为说脏话打架的 为什么呢 说脏话,一个是两个人真打架了 互相对骂,会骂脏话 一个是平时那个嘴巴就已经那样臭了 习惯了,张口就三字经就骂人 可是平时如果是大家熟悉啊 或者在一起的人 大家也就不怎么追究 可是你对生人,对别的人 你嘴里出的这个话 常常就用这个打架了 那在我们家乡那边 过去,特别是我们 那个时候你出门的机会也很少了 那么什么时候 才比较接触外人呢 出民工的时候 在我们家乡 我十几岁就去挖海河 挖海河每年有两季 春季秋季 挖海河去出民工 还有呢,一到了冬季 冬季好像就农闲了 在我们家乡就是 什么筑笛呀 党霸呀 清河鱼啊 等等就经常有这样 这样的这个出民工 有的时候那个清河鱼什么的 就是一个村子一段 一个村子一段 两个村子都挨着 为了这个边界啊 你说娃子没到没到 然后就吵起来打起来 也经常打群架 那个时候还打群架也经常的 打打骂骂也是经常有的事情 觉得很野蛮 知道后来我 我离开了家乡了 早上社会了 我觉得这个 这个骂人嘴里带脏话呀 确实不是个好事情 一点好处没有 只有坏处 我就努力的去想办法改 把这个嘴巴啊 里面那些不好的字眼啊 把它把它压出去 压下去把它丢掉 不要让它有 就一直在努力改 可是现在 虽然已经基本上 已经没有以前那种 张口就 三字经 张口就 说脏话的习惯了 可是有的时候 一愤怒一生气 就忍不住 他就会往外跑 往外冒 有的时候也会这样 那我看那位老师 你是个文明人呢 那么有文明 有学问的人 你怎么会得 拍这个视频 你是要给大家看的 你还是那么 那样的网红 你怎么满嘴都是三字经呢 人呢 像我们一般的 我们的社会上 也没有什么名 也不是什么 也不红 然后呢 我们基本上 也很少接触外面的人 好像现在我 我继续外面的人 都不怎么接触别人 你一天到晚 就是在家里 要不坐着 要不躺着 要不出去走走 散散步 很少跟谁接触了 就算我有什么 不好的习惯 影响也不大 可是你作为一个 网红 你在网上 你拍视频 然后你满嘴都是三字经 你自己真的 你拍完的东西 我放的时候 你不先看一遍吗 你不先查查看这里头 你拍出来的东西怎么样吗 你不像我 我拍完了以后 我就这样 如果这个不行了 不能要了 我都没法改 我就只能把它就丢掉了 你们有学问的人 这个里头 这一点不好 我把它剪掉 就可以了 这句话 不对 说脏话是不好的 我把它剪掉 就可以了 你们有这个文领 在网上你们玩这个东西 玩的很 很溜嘛 是不是 你不像我 我就做不了啊 有的时候 我拍东西拍 里头有一句话 说错了 那我这个就不要了 我重新再拍 你那不是啊 你怎么会像那样 老师啊 为人师表啊 你门口的章话 三字经 很不好 啊 还有呢 我最近我还发现 一种现象 这个网上有人 讲一个词 啊 这个词呢 有的地方 可能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但是在我们家乡 这个字 是男人生之气的意思 但是在别的地方我不知道 可是我看到网上有人 就经常说出这个字了 你到底是不知道这个字 还是说这个字在你们那边 是别的意思 或者说没有什么意思 你就觉得好玩 你就说了 还是说你们那里 跟我们家乡一样 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你却拿着在网上来讲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非常不好 所以呢 既然你要在网上 哎 把你拍的东西放到网上来 我还希望 我们大家 都不要把那个 有负面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不要往上放 我们大家都 都小心一点 都多注意一点吧 今天这一段呢 我就拍在这里了啊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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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